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先开始讲 疫情这个概念是精神分析的一个重要概念 在我们自体心理学当中 疫情这个概念实际上它和另外几个词是相关的 就是疫情 自体课题疫情 自恋性疫情 实际上基本上是一致的是同意的 因为科乌特发展了传统精神分析疫情的这个概念 但我们很难说科乌特这个发展是真的是发展的呢 还是回归了 因为科乌特最早使用疫情这个概念是 和我们现在使用一般其他学派使用疫情这个概念的理解 是很不一样的 在我们先回到弗洛伊德那里 弗洛伊德对于疫情实际上是有两个时期的一个定义 第一个时期的一个定义 弗洛伊德是这样认为的 在第一个时期当中 弗洛伊德认为疫情是潜意识向潜意识的浮现 这个称之为疫情 这个定义来自于什么时候呢 这个定义大家可能会觉得好陌生啊 这个定义 这个定义是来自于1900年 在孟德解析的第七章的一个角著里面 弗洛伊德专门对此进行了一个清晰的一个定义 所以呢 当弗洛伊德这样一个定义呢 它主要的意思指疫情是一个被压抑的 一个被压抑的一个欲望 或者说被强力压抑的欲望 它要反弹 要浮现到意识层面来 这种是一种自然的一种努力方式 这种自然努力的方式就称之为 遗情 弗洛伊德是这么看的 所以弗洛伊德认为梦 还有呢 是症状 本质上它都是遗情的结果 这个观点可能对许多人来说 是一个相当陌生的观点 但这个是相当精神分析的 一个很根本性的观点 在后期的精神分析里 大家因为谈的很少 所以对此的观点往往有点忽视 但这个是十分重要的 但是呢 随着这个疫情的一个 逐步的大家的 在临床当中的发展 已经出现了其他的意思 早期弗洛伊德的一个治疗 它为什么会有 疑情的这样一个定义呢 它首先是指 在一个人的内心世界里 他如果遭遇到了许多事情之后 他的某些幻想被压抑下去了 被压抑下去了之后 这个幻想在临床过程当中 这些幻想又活化了 又被激活了 所以说这些幻想就要浮现到意识层面来 当浮现到意识层面来的这种下意识的 但这个浮现并不是来访者自己知道的 来访者就是莫名其妙的 就觉得有一些感觉要浮现出来 这种浮现出来的感觉 就是所谓的一种 移情性的感觉 但这种移情呢 实际上只是一种机制 弗洛伊德后来随着临床当中的工作 弗洛伊德对移情进行了一个 新的一个定义 这个新的定义呢 后来在精神分析 还有在一般的心理咨询当中 或者后面的所谓的心理动力学治疗当中 整个的这个疫情的概念 都是被解释为另外一个意思 这个意思是和后面的临床的一个工作有关 它被解释为来访者在咨询过程当中 将咨询师投射为过去生活过程当中的某一个人 这是指什么意思呢 就是指来访者在过去生活当中是某一个 他和某一个人之间有某种关系 但这种关系或者他对这个人的欲望没有得到满足 被压抑了 然后呢 在未来的生活当中 在咨询当中来访者的这些欲望投射在这个咨询师身上 这个过程称之为移情性的过程 我们这里举一个例子 就像一个来访者在早期生活当中和父亲有一些很紧密的一些关系 但是呢 后来他父亲突然一下去世了 突然一下心脏病发作 突然一下去世了 在他早年 当这样去世之后 他有一个悲伤 有一个哀悼没有完成 在他之后的一个生活当中 他和 可能在咨询当中 如果这个来访者是一个男性 对这个来访者而言 这个来访者的意识里面 很容易因为咨询师是作为一个男性的身份 而慢慢产生出一个投射 加工出或者混合出一种投射 和咨询师这个形象和来访者的潜意识混合出一个投射 就是说对这个来访者 对这个来访者对咨询师有一种亲密的 一种靠近的一种感觉 莫名其妙的 甚至有一种像父亲一样的依靠的这种感觉 如果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呢 我们认为这种感觉就是一种遗情性的感觉 还有一种 还有一些遗情性的感觉呢 可能是正好是 叫补偿性的 什么叫补偿性的呢 就是当来访者的 这个来访者早期 比如有一个特别不好的 这个男性来访者 他有一个特别不好的 特别凶悍的母亲 很虐待的 这个来访者在之后寻找 婚姻关系的时候 或者说他在咨询当中遇到一个女性的咨询师 他很有可能在这个时候 他在这个女性咨询师身上体验到的 他去寻找一个女性咨询师的时候 可能就包含着某种无意识愿望 他有可能在这个女性咨询师身上 他开始体验到的不是一种凶悍 或者虐待的一种感觉 而是他能够体验到一种 在这个女性咨询师身上 他希望这个女性咨询师 是能够给他一种温暖的 理解的体贴的感觉 而这种感觉就是说 补偿了他妈妈小时候 对他很凶的 这样的一种感觉 就是这种补偿性的投射 也会有的 这一次他早期心里面 当他妈妈凶的时候 他早他希望他在早期 他希望他妈妈是 他是有一个温和的妈妈的 所以呢 在他这个被压抑的愿望 在分析当中 他就会成为 他希望咨询师能够对他 有一些额外的关照 这种额外的关照 对于咨询师的体验来说 他似乎已经被咨询师感觉到 往往他是超越 一个咨询的基本的关系的 就超越咨询基本关系的一种 一种关系 这种关系我们称之为 遗情性关系 但是呢 在科乌特发展的 自体心理学之前 科乌特开始意识到一个问题 过于强调来访者的遗情 是来访者的 在咨询当中 把过去的一种关系 体验为一种 现在的关系 就是把过去一个人的形象 投射在咨询师身上 这种观点 过于狭隘了 因为科乌特注意到 有许多疫情的发生 有许多临床的发生 在咨询过程当中 临床过程当中 并没有这种情况出现 来访者就说着说着 来访者就突然浮现到 一些什么东西 但是来访者并不产生 对咨询师的某一种情感 所以说这种情况 并不是百分之一百的 但是呢 之后的心理咨询 包括一些精神分析 往往有点百分之百的认为 有点泛逸情况 所以科乌特认为 这个观点实际上是和 过于把人际关系 把过去的人际关系 投射为现在的人际关系 这个观点 过于强调 所产生的一个误导 所以科乌特认为 实际上真正疫情的观点 还是应该回到弗洛伊德去 回到弗洛伊德去 是指什么呢 是指回到弗洛伊德最早的 那个疫情的定义 就是疫情就是前意识 被压抑的一个前意识 向前意识和意识 开始浮现了这个过程 就称之为疫情 这样的疫情里面 也可以包含着一些 过去关系 为满足关系的一种投射 也可以包含着一些 不指向关系的 一些被压抑东西的投射 所以科乌特是这样说的 科乌特把在临床当中 指向某种关系的投射 称之为叫临床关系的 临床移情关系的投射现象 科乌特是以这样的一个 方式来陈述的 所以科乌特的移情 实际上是重征了 弗洛伊德早期的一个 移情概念 在这个移情概念当中 移情变得和原来的 和我们现在理解的 一般心理咨询理解的 移情很不一样 许多人一听到 这个移情概念会觉得 移情是这个意思 是的 在早期的和弗洛伊德的 和在科乌特的观点里面 移情的观点最主要就是指 它的潜意识 像潜意识的浮现 而且这个过程也是和症状形成的过程 和梦形成的过程是一模一样的 它的本质 移情的本质 也就是强迫性重复 就是一个被压抑的身本能 它反复想表现表达它自己 当它被压抑了之后 它还是想回到意识当中来 这种你压抑一次 它就浮现一次 压抑一次它就浮现一次 压抑的越深 它浮现的越强烈 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强迫性重复的过程 所以呢 当我们说移情的时候 它是和精神分析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观点有关系 移情实际上在中文当中 它有一个另外的意思 如果我们只翻译移情呢 实际上它是不充分的 移情在最早的德文里面 和奥地利文里面 二文里面它是最早的意思 实际上执意的一个意思 不是我们现在的移情这个意思 它是指把一个装置 从一个房间移到另外一个房间 把一样东西从一个房间移到另外一个房间 所以它的一个主 意思是有转移的意思 转移一样东西的意思 移情是最早这个意思 移情在中文当时在民国的时候 翻译的时候 这个移情 这个词实际上 它翻译有点勉强 这个词 所以呢 当这个词翻译过来 大家也就用了 但是这个用用呢 实际上它的原意表达的并不是十分精确 所以呢 当我们理解转移这个词的时候 就是它是指把被压抑的前意识的内容 转移到前意识的内容当中来 但这样的东西 而且压抑的不见得一定是情感 移情似乎里面压抑的一定是情感 移情里面压抑的东西 它可以是情感 也可以是意象 也可以是一些故事的叙事的内容 它都可以在压抑的 所以真正所谓移情 它压抑的是一个很广泛的一个内容 同时 移情本身压抑的东西 它有一种上浮的一种倾向的 这个部分是我们要理解移情这个概念 是需要特别重视的一个概念 因为这个是涉及到对于精神分析 一个整个的认识 特别是对于临床的一个究竟的一个认识的一个重点 所以我们说当我们理解疫情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理解症状是如何发生的 症状是为什么发生的 症状的发生就在于 我们的一种欲望 我们的一种肢体客体需要被压抑了 被社会环境不允许你表现 就像我们在之前几讲里面所说的 有一个肢体客体的欲望被压抑了 被压抑了之后不让它表现 这个东西不让它表现 但这个东西并不是就消失了 它还是要表现出来 它还是要表现出来 这个就叫移情 但是呢 它还是要表现出来 我们不让它表现出来 它无法表现出来 它就会这种移情作用 就发生一种置换的移情作用 它置换为症状 它通过症状来表现出来 弗洛伊德在这里举了一个木马计 就是特罗伊人 希腊联军在攻击特罗伊的时候 攻击了很多年没有 打了14年没有打下来 最后想了一个轨迹 让士兵进入那个木马 把它做一个礼物 送给特罗伊人 然后希腊联军在海上公开的退兵了 当他们退兵的时候 他们晚上实际上顺着海潮 晚上又重新登陆上了 然后呢 特罗伊人就会认为 这个礼物是真正的礼物 特罗伊人就把这个木马带进了城市 然后里面的士兵出来了 他们就打开了城市 就后来让希腊联军放进来 就把特罗伊城就是摧毁了 而这个故事里面 弗洛伊德说 实际上那些被压抑的内容 他以疫情的方式要浮现 但是呢 这些被压抑的内容 又不让他浮现的时候 他们进入症状 或者进入了梦境 以梦境的形式表现 或者以症状的形式表现 他们就是像 特罗伊木马里面的 那个伪装 那是一个伪装 里面真正的东西就是 他被压抑的那些能量 他开始可以表达一部分 当他表达一部分的时候呢 这个部分就是所谓的叫症状 所以当我们这么理解症状的时候 大家就理解了 就像我们在上一讲里面 有讲到一个女生 她对于性有一个压抑 当她对性一个压抑的时候 她要面对自己性的压抑的时候 她实际上 她不想面对 这个时候 她就去以症状的形式 面痴症来表达 当她以面痴症来表达 脸红来表达的时候 这个时候 她有部分症状 害羞的感觉 就可以从那些离比多 那些欲望 就在症状里 就释放出来 释放一部分 但释放一部分 又不会完全好 还是有一些 所以她的症状 症状就会 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 这是 这样一个故事 然后呢 弗洛伊德呢 曾经还有另外一个比喻 弗洛伊德说 症状的一个过程 就像 我们在目前讲课的过程 譬如我们在症状 我们在目前讲课的时候 譬如有人 如果要进入我们这个现场 来听这个课 但是我们觉得 它会影响这个讲课 我们就让这个 譬如它是一个小孩 它很好奇 它来进入这个现场 我们就希望 这小孩 把它赶出去 它赶出去 那个小孩 又不能离开 这个小孩 这个小孩在门外 就哭啊 诺啊 我们在这个时候 我们整个现场 就产生了症状 我们就没办法 很好地讲课了 为什么 我们也可以继续讲课 但是我们继续讲课之前 我们会时不时地 受到打扰 这种时不时地 受到打扰 实际上就是症状 相对于一个症状 一个人接受自己的症状 也意味着 他不想面对一些东西的时候 接下来 他时不时地 受到一个要进来的 一种能量的打扰 他要以一种症状 来体验整个的生活 所以他的整个生活的质量 就降低了 他的整个生活质量降低了呢 但是他的好处就是 他不用去面对这件事情 真正上来的能量了 这个就是他一个好的地方 就是好的地方 症状所以也有好的地方了 这个就是我们要理解 疑情的一个本质 就是症状的本质就是疑情 疑情是一个心理的基础 而他疑情的基础又是生本能 生本能里面的 被压抑之后的一种 就强迫性重置的一个基本原则 这个就是一个 我们在精神分析里面要关键的 实际上任何精神分析 都应该围绕这一点去理解 这是十分重要的一个东西 在本质上如果对这一点 在精神分析的病理观点当中 如果对这一点没有进行理解 本质上这个人做的 就不是精神分析 就像我在临床当中 在督导当中有遇到 有一些咨询师 他们每一次都和来访者谈 我指的是一个精神分析取向的咨询师 每一周都和他的来访者谈 你上周好一点了吧 你的症状是不是减轻一点了 如果当一个咨询师 一个号称精神分析取向的咨询师 一天到晚去和来访者处理症状 本质上他就不是一个精神分析取向之一 他还没入门 因为精神分析咨询师更像老中医 我们号号卖之后 我们不处理症状的 我们是处理 你这个症状是因为什么条件 什么压抑而来的 当我们我们是要了解 我们是要理解被压抑的东西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关键 所以理解疫情的关键 就是理解 就是精神分析的一个关键 所以当年 当弗洛伊德和龙格见面的时候 龙格去见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问龙格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你怎么理解疫情呢 龙格当时给出了弗洛伊德 很满意的一个答案 龙格认为 精神分析最重点就是疫情 疫情就是前一世 像前一世的浮现 弗洛伊德听了觉得太安慰了 终于有一个后继友人 终于有一个人懂我了 在这个瞬间 弗洛伊德是将得到了一种 龙格的自体课题 自体课题的一种回应 就觉得说了那么多半天 终于有一个人 就是能够真的懂我了 他就觉得终于有一个懂的人了 实在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 所以在我们精神分析里 疫情是十分重要的 在我们疫情当中呢 我们在我们自体心理学的 疫情里面我们要了解 我们自体心理学所说的疫情 实际上我们并没有改变 疫情的定义 但是我们改变了 疫情的归纳方式 实际上每个疗法都 每一种精神分析学派 都讲疫情 但是自体心理学的疫情 不同在哪里的 他讲的是自恋性疫情 但这里面问题就来了 当自体心理学 讲自恋性疫情 或者讲自体课题 疫情的时候 其他学派的疫情 怎么讲呢 科夫特做了一个比喻 科夫特在比喻里面说 就像文艺复兴之前 大家都觉得 地球 是世界的宇宙的中心 太阳烙着地球转 大家就觉得这很显然 但是在文艺复兴之后 跟哥班尼加利略之后 大家随着地理大发现 认识到地球是圆的 再认识到 首先认识到地球是圆的 其次认识到 地球居然是闹太阳转的 当有这样的一个发现之后 大家对世界的一个概念 和归纳方法发生改变了 所以科夫特认为 他对自体课题的一个观点 这样一个疫情的提出 实际上改变的是一种归纳方式 而不是改变的是来访者 因为在科夫特的观点里面认为 或者在自体心理学院认为 来访者并不会因为你是什么学派 变成功符合你学派的那种状态 来访者来总归是带着他 自己的一个本身的 应该有什么问题 他带着什么问题来 实际上所发生的并不是 来访者而是咨询师 我们理论的理解 科夫特认为呢 当咨询师 围绕来访者的主体感 也就是来访者的自恋自体 这个主体感受 去理解来访者的时候呢 我们会发现来访者的自体 客体的感受是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的 我们换一种角度讲一个个案 比较一下 在过往的经典精神分析里面 我们比如刚才说起了 一个来访者对他的母亲很凶悍 他的母亲很凶悍 对这个来访者打骂很厉害 很严厉 这个男孩子很紧张看到母亲 所以他在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只是从经典的观点当中来看 我们会认为这个母子关系是有问题的 这个母亲对这个孩子的养育不太好 但科乌特在这里问了一个根本质的问题 什么叫养育不好 然后这个来访者在他童年的时候 他作为一个人 他体验到了什么 在这个里面 科乌特的意见就是说 我们说养育本质 养育关系不好 这个是一个很表面的说法 真正关键的说法是 在这种不好的养育关系当中 孩子体验到的是什么 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如果只有关系 没有体验的本质 那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呢 在这个时候科乌特强调 在这个时候 这个来访者所体验到的是一种 没有被父母关注的 一种虚弱的感觉 他的self没有被理解 是一种虚弱的感觉 他的主体感是涣散的 是比较虚弱的 是这样一种感受 他实际上是在追求一种 别人能够回应他 能够理解他的一个世界 所以他在咨询当中 他表现出的对关系的追求 他真正追求的一个欲望是在于 咨询师能够在那个瞬间理解他 他需要被别人关心的 这种体验 这种体验对他是重要的 就像我们国内的一个很著名的老师 叫曾祈芬曾老师 我们有一次开会的时候 曾老师帮我一句 你能够把经典的理论和自体心理学 用一句话 一两句话说出他的差异吧 我想这个问题还不容易 我说我用两三句话来说吧 我说就像结婚 这件事情 有的理论认为 结婚是为了一段关系 但是自体心理学认为 结婚不是为了一段关系 结婚是为了通过一段关系 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 结婚本质上是为了自己 大家可以想象一想 虽然这个有点脑筋急转弯的感觉 但是你最终会发现 结婚实际上是为自己的感觉 为自己的体验 为自己的整个身心的体验的一种满足 所以关系并不是结婚的本质 自己才是结婚 自己的需要才是结婚的本质 关系是帮助自己实现 结婚本质的自我体验的一个关键点 所以在这一点上 自体心理学 我们着重的不是关系 我们着重的是通过 一个人怎样通过关系 来实现他自己的 这是自体心理学的一个本质 所以曾老师对我说了这句话 他就觉得这句话 这个观点倒蛮有意思的 就说从来没这么想过 就觉得结婚怎么是为自己的 但是大家如果平心而论 最后你想象一下 你会发现结婚真的是为自己 但这个事情我们通常 大脑里会短一路 会觉得我们不这么想 但是这样想会觉得怪怪的 但是就觉得那就是这样吧 就是这样 所以这是我们理解 自体心理学关于自体课题 自体移情的一个本质 所以自体课题移情的一个本质 它是来自于自体课题的 一个关于自己的需要 当我们说到自体课题移情的时候 我们还需要说一个概念 叫自体课题的需要 因为这是自体课题移情的来源 我们这里要了解一下 什么叫自体课题需要 什么又叫自体课题移情 我们这里给大家区分一下 移情是指的是 一种过去的需要被压抑了 它在之后的生活过程当中 因为某些因缘 它又被激活了 浮现在它的生活 或者浮现在临床过程当中 我们称之为移情 它再次要浮现出来的这种尝试 称之为移情 那什么又叫需要呢 需要是指一个人在发展过程当中 的一种需要的满足 譬如一个婴儿需要母亲的回应 一个人成长了之后 一个人到了婚恋阶段 他需要异性的一个回应 一个人在工作之后 他需要领导的 或者希望下思的一些 能够理解自己的一些回应 这些实际上本质上都是社会性的 或者说成长的需要 所以需要和移情是有区别的 在我们精神分析当中 我们有一种观点就是 需要是需要给予满足的 需要反而是应该给予满足的 需要是不能被压抑的 需要是一个正常途径 不然如果说需要应该被压抑 那所有的人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人就别结婚了 或者所有的人也不需要被关心了 这个就是需要 但是需要就是一个人 需要是很难克服的一件事情 是一个出于人类的和生物的本性 往前发展的部分 它是一种本能性的东西 所以当这种需要发展的时候呢 就是它顺利发展 需要就逐步发展 但是需要呢也会受到一些恰好的挫折 一些恰好的挫折 因为某些需要总归是无法满足的 一些需要就会产生一些恰好的挫折 就会产生一些就轻轻的压抑 什么叫轻轻的压抑呢 我们这里刚才说了 当压的越重的时候 这样啪一下子压下去的时候 它的压力很重的时候 反弹越厉害 它的反弹 为了反弹的越厉害 反弹越厉害 它反弹出不出来的时候 它就会致缓为症状出来 但是呢 恰好的挫折呢 它这种压抑 或者这种形成的结构 它是轻轻的压抑 一点点量的压抑 在压抑的时候 它内部有足够的时间来形成一个 稳定性的结构 就是所谓的自体 内聚的结构 这种结构形成的时候 它就没有反弹 它就不会产生 这种病理性的问题 病理性的压抑 所以呢 在这个情况下 就是当需要这样 需要被这样 轻轻的恰好的挫折 所逐步修通的时候 这个人就会保有 他自己需要的那种活力 同时又具有一个 基本的社会适应性 这就是一种健康的 但是呢 有的时候的成长 就是被 看一下子压抑 它太猛了之后 它的反弹力很高 但是我们又不让它出来 这个时候 它就自怀为症状 这个症状 然后呢 在生活当中 或者在未来的 临床咨询 它接受咨询 或者分析的工作当中 这个部分浮现出来 这就成为 疑情形表现 但是呢 如果疑情表现在症状当中 就是疑情 就是表现在症状当中 那就是症状嘛 我们这个就是 所谓发生的症状 但疑情如果表现在临床当中 这是治疗的契机 代表这个人被压抑的需要 再次复活了 我们这个时候呢 并不是要满足他的需要 因为他童年的需要 我们也不可能做他爸妈的 也满足不了 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我们要帮助他理解 他曾经有 在他那个年龄 曾经他有那样一个震荡的需要 这个震荡的需要 他有这个需要 即使在今天说 他当年有这样一个需要 这个需要的震荡和合法性 还是可以被接受的 但来方者在这一点上 感觉到自己这个合法性 这种需要的合法性 是被接纳的时候 他也自己完成了这个接纳 这是一个我们所谓的疗愈 也就是一个自我接纳的疗愈 但是呢 还有一种情况 如果疫情表现在生活当中 那是什么 大家一定要记住 疫情如果一个人早年的 被压抑的需要 在之后的生活当中 又表现出疫情 我们就称之为症状 为什么 叫生活当中表现为疫情 叫症状呢 在分析当中不算 在分析当中 它是一个危机 谁呢 它就作为一个治疗的 一个危机会出现 在这个治疗的危机里面呢 它包含两个部分 就是在英语里面 他们许多人认为 中文里面的危机和英语里面 危机实际包含两个部分 危就是危险 它有可能出现了一种紧张的 有张力的状态 就是一种机会 一种契机 它是一种转坏的机会 所以这个对临床 当临床出现疫情的时候 它的张力 咨询师和来访者之间的张力 或者是来访者和其他人的张力 会变强的 但是呢 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能够去处理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转化的机遇 当这个转化的机遇产生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对这个疫情进行诠释 帮助来访者理解 他曾经的这个欲望和需要 是多么合理 是完全可以被接纳和理解的 但是呢 这个部分如果表现在生活当中 那就不是这样了 如果在生活当中表现出来 譬如一个来访者 他在生活当中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那个来访者 他在生活当中 有一种疫情性的需要 有一种疫情性的需要 那就不对了 他小时候如果他妈那么凶 他之后 长大了之后 这个男生去谈恋爱 他看到稍稍有一点凶的女生 都很退缩 就觉得有点害怕 女生这个时候对他的感觉 就觉得 这个男生怎么这么软弱 就觉得好像没有点阳刚之气 那么退缩 看到女生都 女生只要稍稍一凶 他就没有任何感觉 马上就退缩了 有点阴陋的气质 这个男生表现出的这种特点 我们就称之为 他带有某种 移情性的特点 移情性的特点 是往往会困扰一个人的生活的 真的他在移情性的特点里面 去结婚了 去找到这样一个配偶 有可能他重复的 就是一个很严重的气管炎 他的太太 最后就凶的 就像他妈一样的 甚至于比他妈还凶 就是这样的 也有一些女生 在小时候遇到了父亲 有这样的缺失 缺位怎样的 往往或者 或者父亲有的时候 有外遇就出轨了 不住在家里面 许多女生在这个位置上 往往对父亲这个连接 就失败了 他们但是呢 他们一直想寻找一个 关于父亲的一个连接的关系 往往这些女生 他们在成长 到了婚恋期之后 往往会找 找一些已婚的男性 或者成年纪大的男性 莫名其妙的会喜欢上 童年的男性 他们就不喜欢 而这种需要 就带着一种下意识的 潜意识的一种需要的 这种需要 往往 他们带着这种需要 往往最后 找婚恋对象 往往找的不成功 要么做第三者 要么就是不容易去结婚 所以呢 他们通过精神分析 这个过程 当这个部分 疫情被诠释了之后 他们就会以一种 更健康的方式来表达 所以我在临床当中 做过好多对 一直大龄没办法结婚 大龄没办法结婚 男男女女都有 后来做了一两年 精神分析之后 他们在这个位置上 突然一下子 灵光一闪 都快快乐乐的结婚去了 能够顺利的谈恋爱了 在这个位置上 往往包含着他们 就是除了 因为结婚 还有一个缘分的问题 现在大家对结婚 有需求比原来更多 但是有一些婚姻 或者有一些婚恋当中的一些问题 就是和早期的这种 移情性的需要 投射在生活当中有关系 它有点接近于症状 所以我们这里就理解一下 首先需要是正常的 它应该被满足 但需要在发展当中 应该被恰好的挫折 所修通 所成熟化 所适应化 同时的需要 成长的需要 被过分的压抑了 或者被创伤打击了之后 需要就会被压抑 成为需要 就会以移情的方式 反复的表现 当它成为移情的方式 反复表现的时候 我们反复压抑它 它就会致还为症状 当这样的一个需要 被压抑的需要 在成年期的生活当中 表现出来 它是一种移情 但这种移情实际上还是一种症状 但是呢 当这种需要 被压抑的需要 以一种移情 表现在临床当中 它就是一种危机 但是呢 它又是一种危 又是一种机 它是一个临床转换的关键点 这是我们作为分析家 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这是我们对于移情 应该有的一个正确的认识 然后呢 在我们对移情的这个认识当中呢 我们要了解 在自体课题移情里面 移情是有三类 这个呢 我们要回到自体课题需要 自体课题需要有三类 我们称之为叫静音的需要 理想化需要和密友的需要 什么叫静音的需要呢 就是一个人在发展周期当中 在每一段发展周期当中 都有一些 比如希望别人肯定自己 希望自己的表现 被别人认同 接受的部分 就像一个很小的小孩 比如一两岁的小孩 手里拿着一根筷子 拿着一个勺子和你挥舞 这个动作对我们来说 承认来说 这个动作太幼稚了 但是对一个小孩来说 他就不是这个感觉 他能够表现自己的夸大 就觉得开始掌控了 也有的时候小孩会做一些事情 他会拿一个东西 扔在地上 你拾起来 他又扔在地上 拾起来 他又扔在地上 他通过这样的动作 他就表现一种掌控感 但这种掌控感 你回应他的时候 这个就是一种 叫静音式的满足 但这个时候 如果他挥舞的时候 你啪一下子一打鼠 你把这么危险 不能有的骂他一顿 他就会感觉到一种压抑的感觉 也有的时候 就是小孩会拿剩余果 小西红柿 小孩拿着 啪一下 捏坏 啪一下 捏坏了 捏坏了 扔掉 他实际上体验到了一种 瞬间的夸大的一种 控制感和掌控感 但是呢 你这个时候就批评他说 这么不爱惜良心 不给你呢 怎么样了 他就会觉得有一种创伤 有一种创伤感 有一种不满足感 他就觉得完全被曲解了 因为孩子去体验这个时候 他并没有好坏的事情 他只是从他的本能来说 做这件事情 这个就是一种静音的需要 还有呢 理想化的需要就是 孩子感觉到父母是 很强大的 特别是骑在父亲的脖子上 骑起来骑大马的时候 孩子会突然一下感觉到 一种俯视世界的 就站在巨人肩上 俯视世界的一种夸大的感觉 这种是理想化 这种理想化就像以前有一个 我们社会有一个段子 就是说叫 我爸是李刚 我爸是李刚 实际上 他并没有什么错 如果从一个儿童的 一个幼稚的儿童来说 我爸是李刚没有问题 他会感觉到一种理想 但当那个成人说 我爸是李刚 那就是一个症状 这是一个症状了 因为对一个儿童来说 就是我爸爸很厉害 我妈妈很厉害 他就是感觉到 这样这种厉害能够体验到 可不得说 他能够体验到 就是因为他们是最厉害的 我和他们在一起 我也是安全的 实际上就是这种感觉 还有呢 第三种叫密友的需要 密友的需要就是 叫次要养育者 比如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这些次要养育者 在一起养育的时候 大家会外公外婆 和爷爷奶奶在一起 大家要包饺子 包馄饨 包包子的时候 大家就会一起包 小孩子就说 我今天也包了 在旁边拿一个面团 一起捏一起捏 这种科夫特认为 这种就是一种 密友性的早期的需要 是这样表现的 还有的时候呢 还会通过伙伴 小伙伴 大家办家家 我是谁 你是谁 大家通过这样办家家 来表现这种密友的需要 所以科夫特认为 是自体科体的需要 有三大类 叫静音的需要 希望被关注 理想化的需要 你是强的 我和你在一起 密友的需要 我们是一致的 我们一起分享一些活动 这种叫密友的需要 但是呢 当这个三个需要 在成长当中 被某种创伤 被某种不良养育 突然打断的时候 产生一个强烈的压抑的时候 这个部分 它就成为一个 移情的基础 未来 它在临床过程当中 它就成为 移情的一个表现 当它成为一个 移情的这个表现的时候 它就在临床当中 会表现出一些 移情性的需要 而这些移情性的需要呢 在临床当中 会有各种各样的表现 我们在之后 即将你会详细的 来说明这些 在移情 当我们理解 自体科体 这个移情的时候 理解自体科体是 自体科体移情 和自体科体需要 都是围绕一个人的主体需要 去理解一个人 去体验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就理解了 自体心理学 移情的一个表现 移情的一个定义 究竟是什么 然后呢 在科乌特 在临床的观点当中 他是这样强调的 科乌特认为 移情对于整个 精神分析的 临床过程来说 移情 一个是诊断 同时移情 还是分析过程 同时移情 是结案的过程 移情是贯穿了 整个精神分析的 前中后 如果一个人 如果不理解移情 或者无法正确的 应用移情 理论上他做的 就不是精神分析的工作 就是所以 科乌特特别强调这一点 我们回到我们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我们在上一讲 讲到的一些 人格诊断里面的一些内容 在我们诊断里面 在肢体心理学 或者在精神分析里面 我们是把诊断分三层 第一层叫症状学诊断 这是所有的精神科 也会做一个诊断 认知行为疗法 也会做诊断 我们精神分析 也会做诊断 这是区分症状的一个诊断 表面表象症状的诊断 第二个诊断是 叫人格评估诊断 人格评估诊断 我们就知道 它大约是什么人格类型的 因为对不同人格类型的人 我们的工作方式是不一样的 譬如对一个神经症结构的来访者 我们可以让这个来访者 说的更多一些 让这个来访者 退行的更厉害一些 这样的话 当我们做诠释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的更有深度 而且来访者足够 足够去这样做自我理解的 但是对于一个自恋性的来访者 我们就要谨慎 有的自恋性的来访者 我们要说的多一点 有的自恋性的来访者 我们要说的少一点 要根据来访者的变化来 因为自恋性的来访者 往往你稍有不慎 他就感觉到 你是不是在羞辱我 他就离开咨询了 就不做了 很有可能是出现这种情况 还有的时候 有一些自恋性来访者 会在咨询当中贬低咨询师 说你们咨询师 一个月挣多少钱 大概一万块吧 一万块好像现在也不多 咨询师在那里 就听着那个感觉就觉得 心里面像挨了一刀一样 就觉得被扁低 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也有的时候说 我看你老师 我看你好像一直做咨询 这样累吗 你们不出去旅行吗 出去旅行 我觉得你们应该休息休息 出去旅行 你是不是经济条件不太好 不太出去旅行啊 这样的话就是 咨询师就是那种感觉 就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就想把他受不了 就不想做 觉得被贬低的感觉 但是实际上 但是自恋性的来访者 你评估 他是一个自恋计划 他这样说 他真的没有恶意的 他真的不是恶意的 我们许多有的时候觉得 我们不想 觉得太气愤了 但实际上他真的不是 他是下意识的 他对这是他对世界的体验 有点好像目中无人的一种自恋性体验 他这样体验 甚至于他还会觉得他是为你好 但是对你 对一个旁人来说 就觉得这个太伤害人了 所以呢 这种就是我们面对这种来访者 我们这种评估 我们就知道 我们应该转换一个框架 换一个框架 从他的主体去理解他 这样我们就会好很多 同样的对于一个精神病结构的来访者 我们去工作的时候 我们评估是一个精神病结构的来访者 一个人格水平 我们要去和他工作的时候 我们应该更强调结构化的工作 强调设置 强调不能突破设置 强调从一个他者的角度 怎么去过适应性的生活 这是对于精神病结构要做的一个方式 所以人格评估可以带来 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的一个不同的视角 那这样的评估之后 我们就第三层评估了 就是第三层的评估 叫移情性评估 移情性评估是真正和我们可以疗愈这个来访者的本质是相关的 这是一个相对细化的工作 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来访者之所以产生症状 就在于他有移情性现象 他之所以有移情 因为他曾经的一个需要 自体的需要被打断了 被压抑了 所以说我们真正要帮助他了解 我们是没办法通过和他谈话 去了解他早期到底压抑的是什么 因为你通过谈话 他告诉你的压抑实际上都是 他理性加工过的 他要和你说的是一些理性 是一些情感和理性混合在一起的 他没有防御的那些部分 所以我们要让这部分活跃起来 我们就要通过拿来放车做自由联想 来放车讨论们 逐步的在一个合适的框架当中 来放车逐步的这些移情开始活化起来了 这些被压抑的需要被活化起来了 就展现为移情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移情去理解 他的创伤是这个 比如一个来放车 在工作当中他做了一些工作 做了一些工作之后 他在实际工作当中做了一些工作 做了一些工作之后 他来和你说 哎呀我的上级有点吹猫求疵 我做了这个就觉得他觉得这个不好 做了那个他就觉得这个不好 我都烦透了 我都不想和他说了 咨询师这个时候说 你上级说的是什么 怎样呢 他说这个工作是这样这样这样 这个咨询师如果不是这个咨询师说 哎你上级说的说的当你上级好像这样说的时候 的确让你挺气愤了 你上级当你想到你上级说的有合理性的部分 再来放车脸色就变了 再来放车想什么意思 什么叫合理性的部分 那他合理就是我这么多努力是不合理的了 所以当这样的时候 来放车就开始开始可能攻击咨询师了 这个就是一个疑情现象产生了 在这个位置上 我们就可以理解 实际上在这个时候 我们不是去谈这件事情的合理不合理 我们就要强调一种共情内省的一个框架 去理解来放车 在这个来放车是 他并不是强调在做这件事情 而是这件来放者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花了好多努力 在这个事情上面 没有得到丧失的敬应 那我们有一个 从承受的道德主义 承受的现实主义一个说法 那许多人都没有得到丧失的敬应 这个丧失就这个人 那你就忍吧 但这个来放者 他的问题就在 我没办法适应 我不忍 就是他就很气愤 或者说我忍了 但我内部还是很气愤 我就想离职 就是想这样 在这个部分里面出现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就看到 这个来放者的这个反应 比一般的来放人 比一般的人要强烈一些 这就反映着 他有可能有一个 静音 移情的需要 他希望别人去关注他 希望别人能够肯定他 但是呢 在他肯定他的努力和工作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给出一个诠释 说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上 似乎 就你做了那么多事情 做了那么多努力 虽然从现实当中说 这个上司是这么说 或许他是合理的 但更重要的是 那个上司 似乎没有看到你 花了那么长的时间 从五月份开始 一直到现在 都没有好好的休息过的 这样一个努力 是被 就是说是 这个是 多么可贵的一件事情 当这样理解的时候 这个来放者就放松下来 他觉得这个位置被理解了 当这个位置被理解的时候 我们就称之为一个诠释 在这个诠释的位置上 我们就可以去判断 首先当这个来放者 有这种反应的时候 我们在诊断当中可以理解 这个来放者 在静音的这个位置上 他早年可能有一个 静音的失败 可能我们继续做下去 会发现 他早期给他父母 做一些事情 他父母总归不满意 他做的任何事情 这个有可能就早期 那个起源学的情节 在那里 之后呢 当我们了解 这个起源学的情节呢 我们就有机会去诠释 他当下的这个体验 同时我们也可以 进一步的去 有机会去接近 他早年 在他的早年生活当中 他实际上也是希望呢 他父母能够理解 他做的这些努力 但父母好像 无休止的这种要求 让他觉得沮丧 而当这个部分 被诠释出来的时候 就是分析的 这个疑情被分析 我们叫穿透了 到位了 当这个到位的时候呢 那这个就是叫 移情的诊断和 移情在诊断上的意义 和移情在分析过程当中的意义 接下来我们说 移情的解案意义 什么叫移情的解案意义呢 如果他有这个移情 他是置换为症状的 当他这个移情被 分析的过程 所真正到位的 穿透的时候 他的移情就消失了 为什么消失 他的移情完全已经到达了意识层面 被意识所整合了 成为自体的一部分了 Self的一部分 他的自体变得更稳定了 当他当其他人评论他的时候 他有更镇定的 更坚强的 更稳定的自体感 面对别人这个评论了 这是一点 还有一点呢 是他的移情被整合了之后 他发生症状的能量就消失掉了 他就不再发生症状了 接下来 他的移情没有了 就意味着 他可以解爱了 这个就是 移情 就是在这个三个过程当中的 三重意义 为什么说 他这个移情说 移情消失了 就可以解爱了 因为移情 完全被整合到意识当中了 他最终 没有产生症状的可能性了 症状既然 没有产生症状的可能性 产生症状的起源就被克服掉了 被整合了 那就这样的话 意味着这个人已经好了 已经被疗愈了 所以这个人就可以结束治疗了 那学老师 会不会产生一种情况 就是 比如说在这个个案过程当中 他可能有一个部分的疫情出现了 然后 经由全市以后 他缓解了 他会不会对自愿 是可能会产生 另外的疫情 会继续有别的 这个可能会有 这种情况下也有 这种情况下也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前面的 甚至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是 咨询师之前对他的诠释是不到位的 他继续要浮现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是 咨询师对他的诠释到位了 到位了 到位了之后呢 他这个疫情还要走一段时间 要慢慢修通 正在简络当中 要慢慢修通 这是第二种 第三种情况是 完全到位了 他这个疫情的情节结束了 但是随着分析的过程 他有一些其他压抑的东西 又开始浮现出来了 又会呈现新的疫情 但这种疫情的类型 和前面疫情的类型 肯定是不一样的 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一个三种情况 对 我们需要在临床当中去体验到这个情况 所以在科乌特的观点里 疫情是作为临床的初中后 它是同样重要的 而且疫情是判断临床的一个试经史 科乌特甚至于认为 这是一个唯一的试经史 虽然这个观点在后来的主体间里面 有一些修正了 但是在经典精神分析 从弗洛伊德到科乌特时代的所有的经典精神分析里面 这个都是 就是科乌特认为这是精神分析 从弗洛伊德到安娜弗洛伊德 到科乌特认为这是一个精神分析 敌传思想的一个核心精髓 如果离开这个东西 精神分析是很难成立的